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10月5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湾播报 我是Jennifer 10月4日周日下午 美国总统川普搭乘坐车 离开了乌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 一直守候在医院外的川普支持者 对缓缓行驶的总统坐车高声欢呼 昨天是川普通过推特宣布确诊新冠的第三天 周五傍晚 他住进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治疗 昨天在离开医院之前 川普还拍摄了一段视频 发推感谢医护人员 视频中的川普穿着西装和衬衫 没打领带 但他是全程站着发表讲话 除了感谢医护人员之外 川普还感谢了年日来医院外挥舞旗帜的支持者 他透露将给这些伟大的爱国者一个惊喜 或许在你看到我时 我已经在那里了 推特发出后不久 美媒就拍到川普搭车 外出感谢支持者的画面 画面中可以看见 川普戴着口罩坐在车内 向支持群众 竖拇指挥手致意 不过稍后 他的坐车又返回了医院 对于确诊新冠川普在推特上说 生病的过程中自己学到了许多疫情知识 我是真的去到学校学习 这是真正的学校 不是那种叫大家读书的学校 我学到很多 也了解许多 在川普离开医院之前 白宫医疗团队也公开宣布 川普的健康情况持续好转 最快周一就可以出院返回白宫 并继续接受治疗 川普的病情扑朔迷离 引发全世界关注 白宫医疗团队透露 川普没有呼吸急促的状况 并能够自由走动 川普现年74岁 体重超重 没有吸烟饰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罗伯特·奥布兰恩强调 没有讨论过将权力 暂时移交给副总统彭斯 我们的政府是稳定的 奥布兰恩在CBS面向全国 经文节目中说 我们对一切都有计划 曾经患过新冠肺炎的 英国首相约翰逊 今天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 我确信川普总统会好起来的 他将得到最好的治疗 约翰逊补充说 给川普的建议是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听从医生的建议 约翰逊认为 当时自己病情 与自己的体重有密切关系 他称自己太胖了 由于约翰逊强调 肥胖对于新冠肺炎的风险 记者对此问道 这是否意味着 川普应该要少吃汉堡 约翰逊称 自己不会对川普的体重 发表任何评论 不过英国人的健康一直被肥胖问题所威胁 这是政府必须处理的问题之一 今年3月底 约翰逊曾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之后在4月初因病情加重 入院接受治疗 还曾进入ICU病房 后来逐渐康复 并于4月底重回工作岗位 对于传言称 约翰逊仍持续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 约翰逊对此驳斥 这根本是胡扯 也没有道理 约翰逊表示 目前自己的健康状况相当良好 据最新消息 美国总统川普在社交媒体表示 将于当地时间周一下午六时半出院 川普在推文写道 我将于今日下午六时三十分 离开出色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方医院 感觉非常好 不害怕新冠肺炎 不要让它主宰你的生命 在川普政府领导下 我们已研发出一些 真的十分出色的药物 和得到相关知识 我现在感觉比我二十年前还要好 全球疫情飙升 很多人将希望寄托在疫苗能尽快出现 然而科学家警告称 即使有效的新冠疫苗研发成功 也无法让生活在2020年春季恢复到正常 据BBC报道 疫苗通常被视为终结新冠大流行的解药 但由英国皇家学会牵头组织的一份研究报告称 我们需要对疫苗的防疫目的和时间持现实态度 参与研究的科学家称 可能需要逐步放宽社交限制 疫苗可能需要一年时间才能大规模接种 目前世界各地的科学家 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开发200多种新冠疫苗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 英国国家心脏和肺部研究所的Fiona博士说 疫苗未结束新冠大流行带来巨大希望 但疫苗研发历史上充斥许多失败情况 就在上周二一个非常悲催的消息传来 已经进入最后研发阶段的 阿斯利康公司新冠候选疫苗的研究紧急终止 被寄予无限希望的疫苗 似乎倒在了最后一哆嗦上 目前该公司正在接受调查 因为有接受新冠疫苗的实验者 被爆出突然有潜在无法解释的疾病 现在尚不知道该病是否属于注射疫苗的副作用 哎 反正新冠疫苗的研制 似乎远远没有想象的顺利 研究团队认为 叫停疫苗研究表明他们致力于保证志愿者的安全 并在研究中遵守最高标准 阿斯利康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标准审查程序触发了疫苗接种的暂停 以允许当局审查安全数据 但公司方面没有透露有关副作用的任何信息 只是称其为一种无法解释的疾病 健康新闻网站STAT首先报告了测试暂停 称该疫苗副作用事件发生在英国 阿斯利康的一位发言人证实 除副作用出现地英国外 现在也已经暂停了在美国和其他国家 及地区进行疫苗接种研究 阿斯利康的失败或许只是个意外 包括英国政府的科学顾问在内的乐观人士认为 有些人今年可能会接种疫苗 而大规模疫苗接种可能会在明年年初开始 但英国皇家学会的报告警告说 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报告称 未来仍存在巨大挑战 例如RNA疫苗此前从未被大规模生产过 RNA指的是新冠病毒的遗传密码 目前有RNA疫苗是通过RNA制造病毒蛋白 来触发免疫反应 外界对有些疫苗和疫苗玻璃瓶的冰柜容量有疑问 而有些疫苗需要在零下80度条件下储存 早期的试验数据表明 疫苗正在触发免疫反应 但研究尚未显示 疫苗是否足以提供全面保护或减轻新冠症状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免疫学系主任 查尔斯·邦汉姆教授说 我们根本不知道有效疫苗何时可以引发成功 效果如何 当然至关重要的是什么时候可以分发 即使疫苗有效 我们也不大可能完全恢复正常生活 此外我们还将不得不逐步放松一些干预措施 许多决定疫苗接种策略的问题仍未得到解答 例如我们仍然不知一针疫苗有效还是需要接种多针 疫苗对免疫系统老化的老年人是否足够有效 研究人员警告说 解答长期免疫的问题仍需时间 而且我们仍然不知道公众是否需要每两年注射一次疫苗或一次性注射 通常研制一款疫苗需要数年甚至十年时间 可目前的研究人员希望在几个月时间内完成相同数量的工作 难度可想而知 目前大多数专家认为 疫苗可能会在2021年中期被广泛使用 也就是病毒首次出现后的12到18个月左右 世界卫生组织称 目前有将近200种疫苗在全球进行测试 但都尚未完成临床试验 美国国家监管机构食品药品管理局称 新冠疫苗可能在完成第三阶段临床试验前获批 当下应对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 疫苗毫无疑问已经是最有效的救命稻草 疫苗可以通过训练人们的免疫系统来对抗病毒 提供一些保护 另外 疫苗可以让各国更安全地放松 封锁和限制社交距离的措施 促使全球人民的生活早日恢复正常 期盼疫苗早日上市 加拿大联邦政府10月2日下午宣布了 在新冠病毒疫情下加强边境防疫措施的规定 但出于人道考虑放宽了对家庭成员的定义 以使在外国的家庭成员能过来加拿大与亲人团聚 近几个月来 加拿大媒体多次报道了疫情下 加拿大边检当局拒绝让一些加拿大公民和移民 在美国的亲属进入加拿大 甚至出现过重病的加拿大老人在去世前 只能在与美国的亲人电话告别的情况 加拿大移民 难民和公民事务部长 梅迪奇诺在星期五发表的声明中表示 联邦政府刚刚更新的边境防疫规定 考虑了家庭成员在特别情况下需要团聚的情况 根据加拿大联邦政府的新规定 在遇到瀕临死亡不治之症 重伤和死亡的情况时 处于人大考虑 家庭成员的定义可以背从 职系亲属扩大到包括已经保持约会 关系至少一年的情侣 他们的儿女 孙儿孙女 兄弟姐妹和祖父母 而且他们来加拿大看望病症的亲人 可以不受入境加拿大后 先要自我隔离14天的限制 处于人大考虑放宽家庭成员定义 所需要满足的条件 将在10月8日这一新规定开始生效时发布 此外 加拿大联邦政府还将在10月20日 开始实施国际学生入境加拿大的新规定 这就是外国学生入学的加拿大学校 必须具有省区政府认可的 新冠病毒防疫措施和防疫项目 说到疫情带来的影响 在加拿大租房市场也表现明显 不仅是商业店面由于生意差而面临房租压力 更多的是 个人和家庭租客 由于疫情或种种原因 导致推迟或无法交租 事实上 加拿大租客和房东的关系一直难以调和 关于双方的争执和讨论也从未停止 就在前几天 有个新消息传来了 这似乎更是有利于房东们 内容就是将根据房客的交租情况 来影响其个人的信用评分 这项评分机制将同时适用于加拿大和美国 位于加拿大和美国的3万名房东和物业管理人员 使用的多伦多房东信贷局 正在与Equifax Inc.合作 建立一个在线跟踪租客 交租情况的程序 据悉 这些信息和数据的获得将会被纳入信贷评估中 租客或房东可以每月或按期付款来更新租户的个人资料 他们都可以注册使用该服务 此外 所有的数据和信息都将与信用卡的信用积分对接 这都将反映在Equifax的记录中 届时 如果租客出现严重的拖欠或拒付房租的情况 他们在信用积分方面将会备受影响 以上就是本期港湾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